管仲敏教授 作為校長當選的資格 是毫無意義的 管仲敏的台大校長 陸一波三折 1月5號當選後 先被質疑 台灣大讀董與副董監 林選沒有利益迴避 1月25號又爆出論文 抄襲烏龍 令立委一連串的 見縫插槓 讓林選會 在2月1號新校長就任前 緊急開會 經過6個小時密集討論 最後拍板 管仲敏台大校長 當選資格有效 管教授揭露擔任 台灣大獨立董事之兼職儀式 亦難認定會有影響 發表論文已結 無需立案調查 台大校長不用重選 但外界關心管爺 能否如期上任 這個是教育部的事情 我們會把我們的會議記錄 很快的送給教育部 雖然台大說 會馬上發公文給教育部 但教育部回應 截就晚間8點半 還沒收到台大公文 也就是說2月1號 國立大學校長 聯合布達典禮 管仲敏確定缺席 我相信應該不會有什麼 很大的爭議 因為我個人個性很溫和 日前 管仲敏當選 台大校長後 面對媒體 一改管爺大炮性格 說自己很溫和 如今台大新任校長 塵埃落定 未來就看管校長 如何帶領台灣第一學府 記得張宥淺洪經緯 SNG小組台北報導 我們看得到